保姆政兆的相關發令 目前幾天確實不是相關科學比亞的人 必須相提到特有人員專業訓練學家 這點有科保姆政兆的組織 中華館一萬人更能引出到美工塞社區大學合作 開了特有人員訓練班 讓合併地区想要科保姆政兆的民眾 可以就近到紀元的服務處來報名 為了要更好來照顧民眾的生活 中華館長王妃美就臨以來 在幽黎、青年、老年的相關政策書 不斷檢討並且拿出一連串的配套作息 就是要讓民眾生活有安全感 甚至沒有提升中華館的領口 中華館一萬人更人標示 特有領館訓練班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王館長在中華館這邊 無論是老人生體還是幼兒 還是低層 它都非常照顧 尤其是我們這頂兩國有我們老化眼鏡的發放 再來就是在我們合併地区有親子館 也已經當初來建立了 在我們新港鄉那邊那邊 也要用一個青年住宅 以及青年創業的一個基金的申請 所以在我們館長在我們中華館這邊的這頂家 照顧不只是中會者以及年後者 尤其是我們年輕人要創業的 我們中華館長這頂家也有一個創業資金 三十萬 你如果來申請來深早有通過的月 就能來得到三十萬的創業資金 在這裡感謝我們王館長對我們老中親的照顧 這本社會非常和林鄧支持 李港塞社區大學副號中楊家喻表悉 這家中有到立班到平立班 分別在新港國中和中華館議員林根仁 博物處開班 大學大學承辦美港基車區大學以來 至今已經邁入第七年 我們每年都會開辦 托育人員的專業教育訓練課程 那這幾年也跟林根仁議員這邊 合作來推廣托育人員的這些相關課程 那議員長期也很關心我們 在這個保育系統這一邊的各項的服務內容 那透過這樣的合作 我們相信說可以為我們社區 地方上的這些爸爸媽媽 或者是阿公阿嬤在幫忙帶小孩的時候 能夠更為我們的下一代 有更好的一個未來 那我們在議員服務處這邊 開設的課程即日起 就報名到4月26號 那大家可以下我們美港系社大的網站 或者是說到議員服務處這邊來登記報名 畢竟現在跟香港做越來越強求專業化 他們處接受相關訓練的學院 就必須要上課126點前 受罰7的學婚 經過計劃7的學家後 跟當初的中華管政府 學會的計劃證書 甚至無限為自己要保姆 新中華新聞裏面紅可閉 彩虹報得 學會的工程 開設計劃 打造成功 學會的工程 how